如這個大信號叫做水下忍者 他是一個靜悄悄安靜無盛的殺手 一共配載了30枚 是巴士的長城魚壘 你根本沒有辦法偵測到他 美國是支持日本做源頭打擊啊 就你中國連飛彈要發射出來 都沒辦法發射出來 我直接日本發射飛彈過去 只把你擊掉了 統合作戰司令部 你是讓日本的自衛隊 變成一個進攻型的軍隊 所以現在美國跟日本 兩邊在軍事合作上 感覺越來越可怕 越來越密切 昨天我們講到是 美國在日本 他要設立一個軍事指揮部 來應對中國威脅 本來講說 現在如果亞太有事 印太有事的話 你還要怎麼回報到了 這個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由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指揮調度 然後整個在日本的軍隊 在韓國的軍隊 他才可以有辦法進行 現在不要了 日本直接有一個 新的軍事指揮部 也就是這個美軍的指揮部 可以直接調動日本的美軍 直接調動日本的軍隊 馬上進行了一個戰鬥準備 還不是如此 日前美國已經批准說好 你日本可以去生產一些武器 生產一些美國專屬的武器 包括愛國者飛彈 今天更誇張了 我們看到了日經新聞就要怎麼講 他說現在日本所生產的愛國者飛彈 竟然已經可以回賣到美國 沒錯 目前為止 美國跟日本成立一個 統合司令部要取代現有的架構 等於是說 未來的駐日美軍跟駐韓美軍 是一模一樣 可以由在地的指揮官直接調動 直接調動 他就可以直接跟日本說 我們要怎麼作戰 可以聯合作戰 所以中國聽到這個消息 嚇傻了 他說什麼 你的自衛隊變成是什麼 進攻型部隊 不是智慧隊嗎 你不是智慧隊嗎 是進攻型 所以他很害怕 他就說 這是成為美國壓這個圍堵 還要打壓競爭對手的 硬沒其子 所以他就罵日本 所以美國要在日本成立一個 統合司令指揮部 現在最緊張的是中國了 對 那你想想說 那對日本到底有什麼好處 當然有好處 抱歉 他把對日本的很多過去的 這個軍售的這些相關的東西 把它打開 另外一個就是說什麼 他現在甚至 還跟日本買武器 為什麼跟日本買武器呢 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之前我就開了一個綠燈 開綠燈的時候 你剛剛講 你可以生產 現在F-15 F-35 部分的零件 可以在日本生產 最重要的是 美國最重要的防空武器 也是他最厲害的一個飛彈 就是愛國者飛彈 愛國者三型可以在日本生產 這已經不得了了 現在他居然好到 對 美國要購買了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美國包括雷神 包括那些公司 完全都卡彈 為什麼 做不出來 因為目前為止 他們生產量不夠 但是日本修改了 所謂這個防衛 這個轉移的 這個三原則之後 他們把這個武器出口 以前武器賣到美國 只能夠用這個零件 但是他現在就是說 有可以跟著 他一個新的這個法案就是 可以像專利來源國出口 所謂完成品 那因為專利來源 這個愛國者本來就是美國 所以我就說 我就可以把我做好的 你授權給我 我幫你代工的意思 我就賣給你 而且這個可怕是 這個愛國者三型飛彈 居然是由日本三菱重工做的 對 沒錯 因為落馬就說 OK 我就準備給他們做 他就給三菱重工做愛國者三型的飛彈 因為每年30枚 但是現在已經增加到60枚左右的數字 所以美國就可以 他每年就可以開始這個500枚增加到750枚 他可以多賣到全世界去 所以才會有這件事情 這是這個Asia 這個日經亞洲報導 他就說沒有錯 日本已經賣給他了 他用這個31日幣 約莫是1900萬 賣了數量不響的這個愛國者 賣給他了 但是事實上他就說 大概約莫是10枚左右 10枚保險 如果算算大概是190萬美金 190萬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 其實在日本生產 真的比在美國便宜很多 在美國 美國賣出來一顆都是好幾千萬 在美國要400萬 在日本只要190萬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產量繼續翻倍之後 當然對於 因為日本的品質又OK 然後這個成本又可以降低 對美國的軍工產業來說 當然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說現在 美國跟日本剛剛講的 你在軍令上已經開始整顆了 你在軍政上大家互相溝通 更可怕的是 軍工上都合作了 大家想說 那你現在愛國者飛彈有什麼了不起 愛國者飛彈交給日本的生產 日本生產生產 剛剛講的成本 只有美國的一半以下 不但一半以下 你才可以回賣到了美國 那這個愛國者飛彈 最近剛剛講 他在俄戰場上面 只要進去的地方 你可以讓俄羅斯的飛機 俄羅斯的飛彈 都無用武之地 對沒錯 那愛國者他到底多厲害 保證 市長哲倫斯基又說過非常多次 他是希望說能夠提供更多的愛國者飛彈 所以他還說 有百分之百的一個攔截率 你說目前為止 美國提供的愛國者反飛彈系統 百分之百的攔截率 這個愛國者是攔截比較高速的飛彈 那他曾經攔截過俄羅斯的匕首飛彈 那些都被他攔截過 所以他真的是能夠發揮非常強大的功用 而且他不是只有這個武器 他本身就是個非常厲害的雷達系統 所以他等於是說 如果有這個愛國者飛彈的時候 他有這個所謂攔截 這個所謂雷達系統 還有他自己本身的這個攔截力道 所以在2023年的5月13號 我們看這張圖 這個就是他們攔截的兩架戰機 三架直升機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愛國者飛彈被證實 在俄物戰場上面來說 真的相當有用嘛 所以那為什麼這個 折倫斯基動不動就跟美國要說 我要愛國者飛彈 我要愛國者飛彈 因為有愛國者飛彈就可以攔截出 所有的俄羅斯的最 這個所謂比較重型 或是說比較長程的火箭 不過呢 美國一個規定 保險知道 目前為止愛國者飛彈 沒有在美國本土以外的生產 對 所以就說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是美國的科技的結晶 你要說那愛國者飛彈為什麼那麼厲害 簡單來說 第一個裡面它有非常強大的 所謂電戰的這個部分 電戰的部分 美國有最厲害的 我們到台灣是我們非常做 第三代這個所謂半導體 什麼生化家那些 美國在這個飛彈 這些精準導引的飛彈 你一定都要需要非常大量的 這個功率放大器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美國完全都沒有賣給任何人的 他不會給任何人 因為這是他真正的核心技術 最好的功率放大還在美國 對 還是在美國的身上 因為國防產業都需要 所以呢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就只把這些專利 他給日本授權 給日本去生產 所以日本在美國的心目中 是完全不一樣的盟國 而且我看了整個愛國者飛彈 現在在英國戰場上 我覺得太可怕 蘇35 蘇34 對 這個都是現在俄羅斯 最好的戰機 剛剛講的中國也沒有任何的戰機 會比蘇35 蘇34來得更好 更不用講 他連匕首飛彈 也就是蘇35 蘇34 加上匕首飛彈 都被愛國者飛彈擊落過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攔截率 你說愛國者飛彈來說的話 在這個2023年就摧毀80多個目標 所以他其實是真的相當厲害的一套武器 那現在等於是美國希望擴大產能 他就把這個生產的能量交給日本 你日本來說可以幫我倍增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說 當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現在我覺得可怕的是 現在日本剛剛講 你可以做很好的坦克車 你可以很好做很好的戰艦 你可以做很好的潛艇 現在在美國的加持之下 你已經可以做愛國者三型了 你還可以做AIM 120 甚至也因為這樣的加持 你的一二式的飛彈 也可以從原來的500公里 增加到1500公里了 抱歉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這個美國駐日大使 他去參觀什麼 他去參觀這個F35 在山林的這個小木蘭工廠的F35 這個組裝 他就說他去看的時候 他就說你的這個組裝 比我們美國好很多 所以說我們美國工廠 應該來跟你們學習 所以事實上 搞不好有可能未來會怎樣 會由日本來擔任最重要的組裝 也不一定 或是說給他更大部分的組裝 可能美國的訂單 由美國自己組裝 或是拿他做不完的組裝 可能就給這個日本廠商來做 所以他們等於是現在為止來說 有兩個一個生產機制 反正他這邊可以回銷給美國 你還是可以用美國的出口的方式 這樣出口 好 雖然除了愛國者3 AIM 120的飛彈 然後F-30這些 美國都給這個日本可以生產 但是現在呢 他不是只有給你生產 他現在有默默的給你技術 為什麼默默給你技術呢 在最近一段時間 日本突然發了一個影片 他說我們一個新型的這個 島嶼防禦的這個 這個高速的這個滑空彈的 這個試射影片 這是影片 寶傑 你知道 這為什麼會很奇怪 日本在這個部分來說 他發展的並沒有很 這個一直沒有揭露 他突然揭露出來 那揭露出來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好奇怪 因為他試射的地點是在加州 所以就有人說 難道是美國給你這些相關的技術嗎 那你現在就可以開始用這個 這是日本在試射 對 試射的地點在加州 那你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他那公布非常多 而且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一二四的非常多的 很多的這個 這個增程式的 突然變得武力比較強 也有人說 就是美國 也給你相關的這個技術 讓你增強你的這個發展的能量 所以現在 美國跟日本兩個國家呢 他們在軍工產業的合作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 可能會讓中國非常忌憚的地方 難怪30中工的股價最近大漲 好沒有錯 目前為止 日本的這個軍工產業全部大漲 這也不難看出為什麼 寶傑 幾年前為什麼巴菲特要去買那些 對 他已經知道 美國就是要這樣做了嘛 那我們講 事實上這次不是要成立所謂的 這個美軍的統合作戰司令部嗎 聯合部隊指揮部 好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未來的這個 駐日美軍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在橫田基地 他目前為止大概是一個 兩棟樓的這個指揮中心 他未來會把它全部改裝 改裝成更大規模的這個 這個指揮中心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目前為止 駐日美軍大概就是兩顆星 那未來他可能就要變成是 初期又一名三星上將 三星將領來領導 對 未來會用四星將軍來領導的可能性 四星上將 對 所以你就說 因為他四星上將來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作戰 我這個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以直接指揮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為止 兩個國家 就真的 目前為止 包括說未來我可能在日本 可以用什麼基地 我可以用什麼設備 然後在日本有什麼樣的軍功能能量 我都可以完全調查非常清楚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 這個奧斯丁會說 這是 這個美日同盟 約莫斯七十幾年來 最大一次的兩個國家的升級 這絕對是一個確實的這個事情 是 日本最近公布了一個影片 導播看那個影片 那個真的非常誇張 就是那個潛水艇浮上了海面以後 它居然急進無聲到那個海豚 不知道它是戰艦 海豚以為它是龐大的生物 海豚竟然圍繞在這個潛艦 跟這個潛艦一起細刷 果然哥 這些海豚以為他們遇到大哥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日本事實上有兩種潛艦 一種叫蒼龍級 一種新型的就叫做大金號 而這個大金號呢 就是我們看到這一次海豚 就是大金號 對 為什麼叫大金號 因為它長得像一隻又大又黑的金魚 但重點是在哪裡 非常的安靜 靜悄悄 最高品質靜悄悄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明明潛艦應該要 行進的時候非常大聲 它為了要降低這種雷達偵測 甚至聲納偵測的可能性 所以它非常安靜 安靜到什麼 整個海豚在旁邊的細刷 好像以為說 我們大哥來了 因為海豚本來就會跟著金魚跑 他以為說 這個金魚浮上來了 就跟著它這個我們講遊玩 後來發現不對 它竟然是一艘潛艦 所以你就知道 它整個性能好到這種程度 再來第二件事情 各位它非常的便宜 我們是不是先前講到 前天國造呢 一台至少要300億 跟我講不用 這個大金號 大概就是161到180億左右的造價 所以在這麼便宜的狀況下 它可以幹嘛 大量的生產 所以你仔細生產 看到它整個下水的年限 你會發現一年一台 2020年一台 2021 2022 2023 所以它等於是以一年生產 一台大金號的這種程度 真的耶 它預計到2027年每年一台 對 所以它等於是大量製造 而且不只是這樣 它最新的我們講的一艘 叫做雷金號 它是用那種金製裂 所以他們看到它的潛航速度 各位潛航喔 可以到了40公里 而且它對外還有這種光電圍桿 跟搜索雷達 換言之 即便它非常安靜 但一樣功能都沒少 但更可怕的是什麼 如果它是一個靜悄悄 安靜無盛的殺手呢 因為在上面他們發現到不對 日本竟然最新配載一種 從來沒看過的這種魚雷 這魚雷他們一共配載了30枚 而且館內有6枚魚雷 這是什麼 這是他們最新研發的 18式的長程魚雷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說你根本沒有辦法偵測到它 他們說有如這個大信號 叫做水下忍者 換言之你偵測不到 但我透過這些先進的配備 我可以偵測到你 連海豚都分辨不出來 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這種潛塞物 所以在雷金上面 它有6個魚雷發射管 魚雷發射管 它可以同時配備30枚的魚雷 對沒有錯 它等於是說我這6個 我可以連續的 包括1 2 3 4 5 6 等於是說我可以同時發射 鎖定非常多的目標 再來你又很難以去偵測到我 所以他們現在外接種號 到底最新日本 這個我們講的大信號 這種神秘魚雷 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因為剛剛講 日本雖然是柴油潛塞魚雷 當然講的裡面還有非常好的 所以它在底下的時候 它是全世界最安靜的潛艦 對嘛 不只是這樣子 他們不只是潛艦最安靜 現在連什麼 連他們講的這種 我們講的護衛艦 都要講究所謂的隱匿性 因為日本 各位你知道他們的這個 社會文化就是一種匠人文化 所以你仔細看 他們這個我們講的 連這種最上級的這種 名曲護衛艦 都做得跟人家一般人不一樣 為什麼 你看他的開頭 他是做平頭的 你說魚雷 平頭有比較好嗎 有還真的比較好 他做平頭的 因為他為了要讓上頭 搭載的武器 可以更多 因為他是護衛艦 所以你看有沒有 整個是齊平的 再來他的 而且他是逆中戰艦 對 他的表面都異常的光滑 你有沒有看到 所有東西都做內砍的 跟我們做裝潢要做內砍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整個上面 其實都有凸 所謂的隱形塗料 所以換言之 他在雷達的偵測放 文面裡面呢 也是能夠極小化 避免掉呢 被有效的鎖定 甚至是有效的打擊 而且在更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所以一個艇 用兩個繩子 直接就收起來了 對 不只 你看啊 這我們就講了 一般他們講的救生也好 或者說戰鬥小艇 這個這樣的小艇 第一個 他有垂吊的吊臂 可以讓他上下制度 再來 他的收放的地方 一般來講 都會在外面做一個 像陽台一樣的外掛 他不用 因為我們一樣 做可以所謂的開河式的 隱蔽式的 再來 人員要下水的時候 他旁邊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講的 可以升降的扶梯 所以換言之 他全部的把以前日本人 做裝網巧思 全部都 當然啦 就安裝在我們這個船上 就跳不起來 你看他完全沒有任何作用 結果他打開方方面面 什麼事情都可以 突然掏出來 突然弄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都把這種魔鬼 放在這種小細節裡面 但我們講白了 你要有這種技術的 你還是要有一點脈絡的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這些都是我們講的 日本製鋼所在當中 站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他們這個製鋼所 可以做什麼東西 除了一般的戰車之外 你知道日本有什麼 你知道嗎 電磁炮 他們最喜歡這種電磁炮 把電磁炮 電磁炮是什麼嗎 鋼彈在用的 鋼彈是不是都是電磁炮 他們把這個變成實際了 為什麼講電磁炮 很了不起 他等於說 各位你想想看 這個鋼材 他厲害在哪裡 包括他們的戰車 因為理論上來講 是要承受這種激發速度 可能我們講 出速一千多公里這種時速 代表他的鋼用的更加不一樣 但以前他曾經沒落過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原本他們最早是在做這個 我們講核電廠 甚至是在二戰以前 他是做這種我們講鋼材 然後軍火 但是日本後來 核電廠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我們講的 311工程大地震 對發生這種浮島海嘯 對不對 所以後來他們核電廠 全部都停擺 所以導致說他股價 一度非常萎靡 甚至呢 過程當中還發現 遇到什麼事情 遇到說公司財報作假 結果沒有想到這家公司 現在完全崛起 因為股價 今年就飆了八成之多 你說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第一 現在日本是不是要重啟核電 因為代表他們把核電 重新認為是 所謂的全新的 這個我們講的綠的 再第二件事情 他的整個軍工人間產值 從2022年多少 360億 就到今年 因為日本強調說 我國防全面要自主化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潛艦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所謂的護衛艦 通通都需要用到鋼 所以到今年 漲到了705億 甚至是他們講 預估說2024年 也就是到了年底左右 會成長到1130億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現在已經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這個完整的產業鏈就是 你跟戰鬥機相關的產業 有1100家 你跟戰車相關的產業 有1300家 你跟巡方機有關的是8300家 他全部可以自主的 當然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從他的起初出發點 他就是與各國 比如說荷蘭 然後其他的歐美等各國 跨國合作 所以合作的結果之後 他們所產生的產品 也是用這種融合式的 而且你剛才講的 日本為什麼它的軍工產業會這麼強 它的鋼為什麼那麼強 它的戰車為什麼這麼厲害 原來日本 你如果有看過Discovery 它其實做過全世界冷兵器的 這個排行堡 冷兵器的排行堡第一名 就是日本的武士刀 而日本武士刀 它是一種鍛造刀 它是天下無敵的 它是具有鋼柔並激 結果這個日本就是用他們武士刀的 這個鍛造技術為根底 打造它天下無敵的軍工產業 當然保健哥 因為武士刀 我們假如要經過千錘百 那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有看過武士刀的本體 你就知道跟一般的刀子 根本不能比 第一個它的厚度非常厚 但如果說 你看喔 你剛才講的日本製鋼所 它現在還保留了一個 日本武士刀的鍛造場域 對沒有錯 因為它把這個武士刀的技術 你在用在哪裡嗎 用在它的砲管上 第一我的厚度要非常的夠 再第二武士刀它具有一個 它是有彈性的亂度 即便它千錘百錠 厚度比別人厚 但是呢 它在所謂的遭受到 非常來自外界 強大的硬力的時候 不會應聲折斷 對 所以它把這個東西呢 想法用在這個所謂的砲管上 所以這個時勢 比如說日本的時勢戰車 它所使用的就是這個武士刀 但它現在不只是有 傳統工藝的結合 它還結合了什麼 未來產業科技的趨勢 比如說它裡面所配載的 包括主砲管 包括它的駕駛室 都是用電腦操控 最保證你知道它這個手在幹嘛嗎 等於就是說我坐在上面 都在以前是不是還要精準去對 很麻煩 未來不用 它說我只要手指頭 點一下這個紅色的 我就可以馬上鎖定它 砲管對著它 進行大範圍的攻擊 而且他們更了不起的是什麼 以前轉砲管呢 都轉得很慢 它現在不是 它現在可以瞬間就轉過去 然後瞬間急停下來 理由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們有一個多摩穿這種經濟工具呢 他們做了什麼 把所謂的 原本在汽車上 電動油電混合車的這種駕駛的精準度 把它用1300倍之多 直接鎖在這個砲管 等於說你在一般我們開車是誰龍頭 他們不是 他們是直接把這個砲管做一個轉移 讓它可以精準到鎖定到目標 你就知道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情上 如果把它用在軍工產業這種匠人精神 全部都會面面俱到 好 這次環太軍演他們講 他們是軍政的結合 軍令的結合 軍工的結合 而這個在軍令的結合裡面 在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裡面 我們不是講它有個集成訓練 集成演習嗎 而這個集成演習 是誰跟誰合作 是美國跟日本合作的 我們都知道每一次環太軍演 最重要就是集成演習 那集成演習 我們曾經前幾天講的 QuickSync是集成這個所謂 兩棲攻擊艦大型的艦 但是呢 這一次他們集成一個叫 18000噸的這個杜比克號 那這事實上是船屋運輸艦 但是這次日本跟美國他們訓練的時候 他們用的方式不是集成 他們不是用海軍或空軍去集成 他們要用以陸制海 就是因為他們設定裡面來說 你船屋攻擊艦 就一定很靠近陸地的嘛 所以我當時能夠攻擊的 我要設想用陸地的武器來攻擊 用陸基武器 對 所以美國跟日本這一次 他們還特別弄了一個特別的專案 他們這個專案叫做 兩個國家的互相 雙邊火戰的這個協同作戰中心 這裡面用什麼呢 你這個美國 你用這個海馬式的多管火箭 然後我呢 就用所謂124的這個陸基的反戰 反艦的這個飛彈 兩邊這樣打 所以也就是說 多管火箭 這可能是陸基的嘛 或者說你可能 不管放在什麼地方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用日本的124的這個陸基 反艦飛彈 這個地方架設起來 兩邊這樣打 所以等於是說 你看他們用124的飛彈 跟用海馬式兩個武器 去攻擊這個杜比克號 然後讓它集成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就完全符合這些我們講 在菲律賓肩並肩的時候 是 他們的所謂的海軍隊 直接上去 直接上去我就開始標定 標定位置的時候 我就要西澳山東下來 西澳山來了以後 我海馬式火箭彈 就直接救定位 救定位了以後 我就海馬式以陸基攻擊附近的潛艦 對 不只如此 對 我還可以跟日本的124 對 雙邊用前行攻擊 這就像當時用海王星在兩個不同的地點 去攻擊莫斯科號 對 所以他們要演練的就是用這兩個武器 集成這個可能未來來犯的這個船隻 另外一個還有什麼狀況呢 因為美國 日本不是買了很多美國的這個戰斧飛彈嗎 結果沒想到這個日本最近就說 沒有錯我們開始部署 那部署之後呢 他說我們未來的這個 這個所謂戰斧飛彈射擊的時候呢 射出去的同時呢 美國就會跟我們講 我們要射什麼目標 簡單來說就是 美國跟日本一起使用這個戰斧飛彈 所以來跟你說 美國跟日本的軍事合作的這個程度 真的是 來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高度 好 因為剛才講說 現在美國要在日本設立一個新的軍事指揮所 這個就設在橫田基地 剛剛講的 以前這個地方只是一個二星的一個中將 現在要用三星上將 未來是四星上將 然後直接跟日本對抗 我想這就有什麼了不起 你說以後如果真的未來再真的有戰爭 就是直接由這個指揮所發動戰爭了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從去年就已經在談了 那今年在這個二加二的會議當中 就確立了這樣的一個機制出現了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知道日本的軍隊叫做自衛隊 他不是什麼國軍啊 不是什麼攻擊士等等 問題是說他自衛隊他要有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叫什麼 類似我們參謀總長這種概念 但是他現在叫所謂的幕僚長 他不叫參謀總長 但是這時候日本要動用他的軍隊 要做主動攻擊的情形 之下他違反他的憲法你知道嗎 所以安倍晉三他從2019年開始 改善他的這個安保法以來 一直到現在 其實現在有個眉目出來 這個是一個階段性非常重要的東西 千萬不能忽視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一個我們先想像一下 美國的第七艦隊 或者是說那印太司令部 他管轄範圍很大 包含東北亞 東南亞 還有甚至到澳洲 紐西蘭這個地方 現在要切出來了 什麼叫切出來 現在目前的機制是什麼 是在恆田基地的那個二星的 然後未來可能到三星 未來到四星 現在是一個空軍的中將在負責 那空軍中將他不能做什麼 他基本上收到任何日本政府 給他反應之後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回報到夏威夷去 到台鄉山去 然後夏威夷那邊決定之後 因為那邊還要聽白宮的嘛 對 決定之後再回到日本再來 所以你如果說真的打仗了 日本這邊措手不及啦 因為這邊來講的話 他指揮體系是不是單一化的 對 現在如果能夠在這裡 直接有四星上將 直接指揮的話 那等於是從印太這切一塊出來 直接由這邊來指揮 那由這邊指揮 速度就會非常快 所以你說 因為這個司令部很明顯的 我就是對著中國的 我如果是對著中國 我跟中國之間有任何物鬥 我不用再去請示了 我可以直接降在外軍令 有所不受 是 那你現在 這一次的會議當中 又起到一個點喔 美國是支持日本做源頭打擊 什麼叫源頭打擊 就你中國連飛彈要發射出來 都沒辦法發射出來 我直接日本發射飛彈過去 把你擊掉了 直接做源頭打擊 讓你進太空的機會都沒有 讓你進這個平流程的機會都沒有 那這時候 那不就變成一個侵略型的概念了嗎 它不是防禦型的喔 難怪環球網就講 你現在即將成河的統合作戰司令部 你是讓日本的自衛隊 變成一個進攻型的軍隊 就這個意思 沒錯 就是日本的軍隊被美國的捆龍所打開了 也就是說我們以前都在講 軍工業捆龍所打開 現在不是 它的部隊已經不叫自衛隊了 以後可以改名了 那個概念 當然現在還是叫自衛隊 因為怕大家誤會嘛 但是它的概念來講的話 等於說回到一個正常的軍隊的概念 我可以做源頭打擊 對美國把他的這個 中心都鬆綁掉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四星的 美國有四星在這裡 日本這邊對口也會有四星的 所以兩邊來講的話 協同作戰 這個協同作戰 接下來從今年開始 因為今年年底他會成立嘛 今年成立之後 接下來明年開始 他們兩軍的協同作戰 就可以看出那個作戰手法 而他們真正的 目前的潛在敵人就是中國 所以對中國的這種所謂的源頭打擊 未來來講的話 就是兩軍的重點 好 瞭解 這個對於台灣有影響 你現在 本來是印太斯林布希的夏威夷 在哈威夷 現在找你日本橫田 橫田的 你真的打起來 台灣是要怎麼做 現在沒來 這樣說 日本人才沒來 爹爹 爹爹 爹爹爹 所有的政府的重心 美國大概就是在六本期 美國自在日本的軍隊 日本人沒來就是 因為他的憲法是和平憲法 所以只有自衛隊沒有軍隊 那麼在安倍那時候做修長的時候 一定就是跟郵牌這裡希望修憲 修憲就是變成他可以主動出兵 但是這是在日本國來很多人反對 各位要了解 經過戰爭的苦難就對了 日本人的生修 李修台前 最好他是戰敗國 那麼在戰敗國後 一直到近年 八十年來 八十年來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坐飛機去到東京 寶貞你要降落 東京的田頂誰在管 不是日本人管 沒有啦 東京的田頂 美國人管 真的假的 真假 真假 你看他的修長 看出那幾個就對了 都美軍 修長的管理 所以東京的田頂是美國人管 所以日本人他感覺很無奈 他是這樣 所以當然現在中國上來 日本和中國 尤其美國人很聰明 共同協議的時候 讓日本沒留在三十年 我以前和日本人在做生理 我說 日本人來到 我們台灣是開錢 我說開不用怕 不痛 但經過這三十年來就對了 在譬如你看看 三百塊一塊米金 起到一百塊一塊米金 現在又回到百五塊一塊米金 整個美國人在操作的時候 日本人的無奈是在哪裡 日本人到現在七十歲 沒有退休的是很多 七十歲還在做工作的也很多 所以這段 為了美國 你如果想說 為什麼美國要回頭日本來做 我不會忘記 日本的離庶大前 到現在 他的重工就對了 美式三年重工 不要說做 做飛團 做愛國人 做香港沒有人 他就做了 他當時 他可以去空襲金主槓 對不對 所以他本身的基礎 所以最主要他剛失敗了 他沒有自圓 沒有自圓 沒有自圓 所以他要到處去一面 扣掉他的土地 當時是 澄北的醬油 那沒有錯 那沒有錯 我跟他說 事情就不是這樣 插一開 當然插大開 插很大開 所以這就是說 美國人知道 日本這些工業的基礎都還在 我說我們台灣 靠賺那麼多錢 就對了 很多都是日本在理事 台前後面 尤其我們的人工業 很多都是 研修日本的技術傳下來 是喔 真扮 所以整個就對了 日本跟美國這種合作 不過他在國內 會有很大的壓力 要維持和平憲法的人 民意就對了 你可能想不到 喬哥七聲 喬哥七聲 現在還要贈 好啦 贈是你們在贈 你們美國去贈 很多日本人 沒有人到真正 要讓他玩樂就對了 日本人會站出來 他要繼續維持和平 因為他們受過戰爭的苦難 他們家主在百人的城市上 到最後兩顆元主團 都在日本的本土的時候 那樣的苦難 我說我們體會不對 走 剛剛談的就是 現在美國 剛剛講在三則基地 在嚴國基地 在加首當地基地 北 中 南 三個地方 剛剛講 都把戰機做大幅的泰幻 這個泰幻 花了美國一百億美金 為什麼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而且當做這個大動作之後 剛剛講的 中國感覺到壓力三大 而且美國把錢花在哪裡 表示他要應對的那個人 才是他真正的重點 現在美國對於俄乌戰場來說 似乎是他們兩 大家意見來不一樣 但是對中國的態度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7月3號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宣布了三個地方 要加強這個武力的時候 讓中國完全跳腳 第一個是在三則基地 三則基地在青森 雖然看的位置 是比較偏北的這個位置 他說原本這邊有F36架 我要換成F35A 48架在這個地方 你說把F16改成F35A 對 沒錯 好 另外一個在嚴國基地 嚴國基地 它在山口縣這個地方 他說我們F35B的數量 我們要調整 也就可能會把它增加上來 另外第三個是 在加首那基地 我們從過去的F15A 換成最新的F15EX 載彈量更大 用這樣的三把利刃 保證 三把利刃 同時插向中國的北方 中國的中方 中國的靠近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目的 它顯然就是為了挑戰中國而來 所以說今天三則基地 導播看到現在所有的這份基地 三則基地你看起來 好像是針對北韓 沒有 它直接下去到哪裡 它是艦直北京 這F35我可以整個踢開大門 踢開大門以後 長驅直入 北京就是我囊中之物 另外我們看到F35B 因為嚴國基地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的海軍設施 海軍設施代表說 我在海軍艦體上面 F35是可以隨時起降 更恐怖的是 F15EX F15EX 這個是什麼 我載彈量極大 它可以跟F35A搭配 也可以跟F35B搭配 它可以協同作戰 好 那在此同時來說的話 你看美國的佈局 遠一點的話 B52在關島 它目前為止升級 它所謂的電戰系統 所以B52的轟炸機的 這個能力更強了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除了F16V的這個升級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不是有個消息嗎 我們中科研 原發出了這個 第四代的C-L-20的這個火箭 說是第四代的高 高能量的這個火藥 裝在我們的熊山上面 所以等於熊山未來的威力 可以增加40%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搭配這些利箭 如果一入未來台海開戰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 F35是用來什麼 踹開大門 用來攻擊你的第一個陣營 第二個是什麼 F15EX 還有這個緊接在後面的B52 從後面過去 載滿了大量的炸彈 我可以直接攻擊你 或是我用A射B島的方式 用這樣來轟炸你的這個 中國的這個邊境的這個地帶 而且特別提到就是 我們的F16V 也就是我們F16 Viper 我們的複蛇之盾 這個現在已經加緊趕工 而且剛剛講到 他已經將他所有的裝備全力提升 他的電戰系統 已經可以跟美軍完全整合了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美軍除了加強自己的戰備之外 也加強台灣的這個防衛能力 好那我們就講 這一次呢 比較重要的重點是在三折基地 為什麼三折基地呢 三折基地這邊原本就是 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在美軍在這邊的重要基地 他過去是F16 那這次換成是48架的F35A 那F35A來說 本來他就是戰鬥力非常強嘛 第一個 他這個作戰半徑來說的話 可以到達快要2000公里 然後他可以裝這個附油箱之後 可以到達3600公里 再來他這裡面呢 有非常厲害的這個先進的傳感器 他可以負責踹開大門嘛 所以第一個時間他進去這裡面來說 當然他除了防範北京之外 也可以防範北邊的俄羅斯嘛 所以說他把附油箱一掛以後 他可以直攻北京 對 然後他進去之後呢 寶傑因為他有非常多的傳感器 還有非常大量的這個指揮平台 所以他變成是第一線攻擊你 所以我才說美國這一次呢 可以說是完全的 你看三折基地在這邊 然後嚴國基地在這邊 兩邊這樣兩把利刃就直插你什麼 北京的這個利刃 所以你看他這個等於是 針對北京一南一北 你如果真的是同時遭受到 三折基地的F35 還有燕國基地的F35出去 請問你要什麼 你擋得了嗎 你根本完全擋不住嘛 那你根本不用講 這是美軍喔 日本本身還有F35 還有南海的F35 保險你知道 算起來的話這邊一共會有 300架F35 你知道300架F35 都全部在你的大門口 這個對中國當然形成非常大的壓力 而且你提到說 你現在不管F35 你現在不管未來的F15AEX 它都有一個功能 A射B島 沒錯 我可以透過我水面上的這個 所謂的神盾鍵 我也可以用F35 作為一個空中指揮平台 那我這個空中指揮平台 我只要鎖定目標 火箭飛彈不一定從我身上打 我可以指揮我周邊的戰機 直接射出飛彈 對沒錯 他們現在有所謂的A射B島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我們從這個土 就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第一個進去的是誰 第一個進去的是F35進去 他已經進去到敵方 這邊有防空火炮的這個地方 敵方的軍機都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看 他進去到這裡面 敵方都沒有發現 也就是說他是隱形的 但是他已經完全知道你的訊息訊號了 好所以後面來說的話 你看包括這個可能是F15AEX 這個是B-52或是B-2的轟炸機 不管就是後面還有轟炸機 就前面的戰鬥轟炸機 先發射出第一批的炸彈 然後你發射出去 你看他們的飛機就轉走了 就回去了 另外他的飛彈 還是可以精準命中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發給他們訊號 F15AEX 搞不好還沒有進到戰場 他在遠距離之外 我就可以把飛彈射出去了 完全打光 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另外一個B-52 或是這個轟炸機也是一樣 在遠方你看射出去之後 你看他也是一個訊號 就回去了 直接回去了 所以未來的戰場上面 我只要把F35放在前面 我後面可以狂轟爛炸 我可以飛機 可以這個戰鬥轟炸機 轟炸機去轟你 甚至船艦上的飛彈 一路打出去 所以他全部可以射後不力 甚至陸上的飛彈 全部都可以打出去 這樣打出去之後 然後我F35在這邊 做一個載胎 你看他可以直接給你下命令 他的位置在這裡 他位置在這裡 我標定對方的位置 你看這個飛彈出來 是直接打到這邊 這個飛彈出來 就直接打到這邊 所以你從這個圖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美國的佈局 你看F35已經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面的戰鬥轟炸機 這次是由F15EX 然後轟炸機B52 現在在關島 提升戰鬥 提升電彈的戰鬥力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跟F35 能夠互相聯繫 對 他是老的轟炸機 我要改善他的電戰系統 所以美國這次花了100億美金 差不多3200億的台幣 對 我不是隨便亂花花的 這個花花剛剛講到的 他是可以協同作戰 可以這個踹開中國的大門 而且我後面的這個所謂的炸彈列車 是隨之而到的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美國是真的有用心 在看你要怎麼做 我就來研發了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這次是三折基地 保證那三折基地來說的話 是美國跟日本共同使用的一個作戰中心 它裡面來說的話 有美國的這個所謂 第373的情報監視還有偵察大隊 另外它這裡面還有所謂的天線雷達 非常多他們有密碼站的這個中心 甚至這裡面來說 還有這個未來的F-35 也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甚至他還是這個艦隊巡邏 還有偵察部的這個指揮中心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所以這次美國等於是 再把他的戰鬥力把它提升 然後這裡面還有非常多的 美國蒐集情報 還有美國這個地方 可以跟美國總部連結相關資訊的這個位置 沒有想到三折基地這麼重要 而且剛剛講的日本的全球鷹 也放在這個地方 沒錯 他跟美國買的這個全球鷹的無人機 也是在這個地方 在前一陣子才進行所謂的編隊的儀式 所以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三折基地 我們過去可能都對它比較陌生一點點 現在一樣 變成是美國在前緣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好 寶寶 我們來看對比這幾張照片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現在把這個加手炸基地的F15 變成了F15EX 它的威力會非常強大 這個大家看起來就是 這個是F16的戰機 F16戰機剛剛講這個是我的副油箱 這個地方是我的魚插飛 但這個是響偉飛 這個AIM120 然後剛剛講這個就掛滿了 可是你來看看這個 是 F15EX 掛的更多了 對 沒錯 你看這個F16 然後F22 然後這個F35 以及是F18E這樣 你看他們掛的飛彈 F16 6枚 然後F22 8枚 然後F35也是8枚 然後F18A大概是8枚 所以都大概是在10枚以下 可是你仔細來數這個 這裡面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對不對 它至少可以掛超過20枚以上 我跟你講這就是 所以它就是F15E之後 Bomber Truck 炸彈列車 你就知道事實上這個 戰鬥力當然完全不一樣 好 所以它外號叫炸彈卡車 對 好 那為什麼這樣 寶傑你知道嗎 事實上我們跟他講 這個F15E呢 它的飛機的重量 是大概14噸 可是你知道它可以 載彈載到多少 載到11噸 也就是說載的 跟它的飛機重量 差不多一模一樣 那美國也是為了說 我這個F15E 我要盡量裝這個 非常多的飛彈 所以美國有進行非常多的測試 它原本測試一個叫做打擊牛仔的這個計畫 這個打擊牛仔的計畫是什麼呢 它幫它掛上這個 所謂AGM-158的這個飛彈 AGM-158是一個所謂 射程370公里到1000公里的這個 所謂的逆中的這個飛彈 而且它因為它很長 所以美國為了把它裝上去的時候 他們還設計一些新的這個所謂 寫一個編程 然後讓它這個所謂掛彈的東西 可以往下延伸 對 然後把這個掛彈的這個機台 把它弄不一樣的設計之後 它就可以掛上去了 那不只是可以掛這個 AGM-158的這個飛彈 它還可以掛所謂的 這個AGM-183A的超高音速的飛彈 所以等於是說 美國所有飛彈 它都可以掛 原本這個超高音速的飛彈 現在只有在B-52轟炸機 因為它場有大概原本5公尺 沒辦法掛 現在它都能掛 所以等於是我剛才講到 14噸的機身 它可以掛11噸的炸彈量 全部一次把它打出去之後 你就知道說那個威力非常強大 那你看它所在的位置在加首納這個地方 其實距離台灣大概原本是600多公里左右 你看假設解放軍開始出來的時候 你看我們第一個時間 它就可以快速的抵達這邊F-35出發 然後F-15E從這邊出來 打擊這個所有的飛彈 你就知道這是美國設想的 可能台海發生戰役的時候 它的作戰的方針 美國之音最近有一篇文章說 台灣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這已經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美國之音講的 美國之音講還講說 甚至在TIME雜誌裡面 它的註解有提到說 現在拜登是把數十億美金的高科技武器 全部都送到台灣 現在台灣微妙的現狀已經出現改變了 就代表剛剛講的 現在整個兩岸關係 跟我們過去想像的都已經不一樣了 對沒錯 像拜登在西點軍上不是講嗎 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核心利益 我始終願意要必要說使用武力嘛 這個核心利益是最重要的幾個字 對台灣來講 因為台灣已經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這個他們怎麼報導 沒有台積電 美國對中國卡脖子很難成功 如果台積電有北京控制 不但美國的科技圍堵會破功 北京也會用它來恫嚇美國啊 你會豬揚變色 對 反正是北京威嚇美國 對 尤其對他來講 美中第一島鏈台灣是最關鍵的位置 有兩個點來說 他就無論如何都一定要防堵住嘛 所以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的時候 他們美國不是跟日本就進行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勇敢之盾的這個軍演嗎 這個軍演裡面來說 你看美國現在的方式是怎樣 聯合盟友大家一起來圍堵中國 包括像最近一段時間勇敢之盾裡面來說 就出現了這張照片 這幾張照片 寶傑這幾張照片是什麼呢 這張照片是這個 日本智慧隊艦隊的這個總司令 齋藤聰登上 這個美國洛杉磯級的潛艇的這個照片 也就是說他在上面呢 他可以稍微的指揮一下 然後看看裡面的這個狀況 這告訴你什麼 讓日本智慧隊的艦隊總司令 直接進到洛杉磯的潛艇裡面 沒錯 然後他們這次的演練來說 雷根號 羅斯福號 還有初雲號 2加1航母在做演練 當然都是劍指中國而去的嘛 所以現在等於是 而且美國最近還在聯合這個 周邊的盟友 包括說跟印度啦 跟這個菲律賓啦 跟澳洲等等 這個重點在防堵什麼 重點就是在防止台灣 萬一真的出事的時候 我周邊的盟友可以趕快的 幫助這個台灣 否則一旦台灣丟到這個 中國的手上的時候 這對美國來說是 難以想像的這個災難 對不對 我們一直在講說 俄武戰爭值得台灣高度觀世 是因為 俄武戰爭用的武器 未來台灣跟中國用的武器 就這一套 現在中國你防範的 就是薩姆300 薩姆400 跟台灣 我就是要打開 擋住打開你的薩姆300 薩姆400 這個東西是毛宇頓的一個戰爭 而現在更精彩了 現在我們知道 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他的薩姆300 薩姆400 已經英雄無用之地 他根本就是廢鐵 所以他們把最神秘的薩姆500 給弄出來了 就沒有想到 他的薩姆500 居然也擋不過這個ATS CMS的這個攻擊 照樣被擊毀 你說 現在中國人一個 塔克摩特修了 薩姆300 薩姆400沒有用 薩姆500沒有用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我不是剛剛講的 陸軍戰術飛彈 ATSCMS把你炸掉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我展示什麼 標6飛彈 已經變成 從艦載變成機載行了 如果標6出手 那所有的薩姆300 薩姆400 都不是他的對手了 薩姆500號稱是 全世界最強的盾 這一場矛與盾的對決 竟然在這一次的 俄烏戰爭當中 被輕易由烏軍的炮兵 連發射美軍的 ATSCMS的戰術飛彈 就把整個俄軍的薩姆500 給擊毀了 這讓大家 整個跌破眼鏡 那你想想看 其他不管是俄羅斯 中國最新的防護武器 你碰到其他美軍 最先進的飛彈 你怎麼辦 沒用了 那為什麼會沒用 你看我們在講說標6 神盾艦 大家都聽過神盾艦 好厲害 神盾只是他的防護 跟他的雷達 和偵測系統 他最重要的 一定要有攔截飛彈 你們知道那個神盾艦 那一個攔截的飛彈 是什麼嗎 他就是在神盾艦上面 裝上標6飛彈 所以神盾艦厲害 是厲害在他的徵收 每次後 徵收之外就要靠標6飛彈去攔截 標6很厲害 標6飛彈以前都裝在 海軍的軍艦上面 只有用船來發射 然後偵測到這個飛彈的時候 就靠這個神盾艦上面的標6飛彈 把他給擊毀 沒有想到現在在環太平洋軍演 被眼尖的記者 還有這個外界發現說 F-18大防風的戰鬥機 他的這個機翼翅膀下面 掛的竟然是空射型的標6飛彈 他的上面雖然有一個型號 這個型號是寫MAIM腰拐4B 而且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藍色 這藍色像斷彈一樣的這個系 表示他是一個訓練用的彈藥 訓練彈 也就是他沒有裝上了這個火箭跟爆破的這個裝置 但是他有這個雷達 有Sensor 有可以這個雷達導引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他大底的這個整個飛彈的形式都出具了 而這個經過美軍的解說 才知道說原來他把那個標6飛彈是用艦射式在神盾艦上發射的 他改成由戰鬥機來裝 那戰鬥機來裝的話 他的射程也更遠 射程到多遠呢 射程至少到240公里 因為標6飛彈在艦上面射程就是240公里 如果是真的話 那確定美軍將在冷戰時期 冷戰時期美軍有第一款的這個 等於是長程的空射型飛彈 是鳳凰飛彈 是AIM-54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MAIM 腰拐4B 標6的空射型飛彈 確定以後要在美軍的戰鬥機上面裝的話 它是第二種美軍的空射型 長距離的這樣一個空射型飛彈 比我們空軍拿到了這個AIM-12洞 120公里 105公里 射程更長 你等於 現在有的資料就是說 現在如果標6飛彈變成了這個所謂的機載型 也就是說它在航空機上面的話 它可以射到400公里之外 是 所以你等於在台灣 假設我如果台灣F-6戰鬥機拿到這種飛彈 不管在台北或台中或是台南 整個起飛的話 你直接在台灣上空 你的這個240到400公里射程的飛彈 你整個中國大陸對岸的福建射程的 所有的軍艦跟戰鬥機和機場 全部都在它的射程範圍內 另外就是東升新聞也去採訪了環太平洋軍艦 我們也上了費之羅傑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 它這個所謂的這個戰艦 這個神尊號重新打造 重新打造 你就可以看到 未來美國的電戰系統有多麼厲害了 對 環太平洋軍艦還有一個亮點 東升新聞它這個也有到現場實際去採訪 你現在看到的是它的艦島的中間 有一個那個我們台灣的海軍的軍艦上 也有看得到的那個方正快炮 火圓喜那個在中間 它的方正快炮後面 就是我們拉近的距離再看 它的後面 右下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方形的東西 它那個就是MSN的這樣的反艦飛彈 MSN的反艦飛彈 就是像我們這樣畫面圈圈起來 這個地方 這是反艦飛彈 對 原來這個是裝魚叉反艦 我們現在在海軍也有這個魚叉飛彈 然後也準備要這個陸基型的 要這個反艦飛彈 那現在它直接要把他們的這個船 裝載了 這個是裝載備之節的話 為什麼現在才悄悄的裝上去 以前傳出來說 它跟這個神盾艦的這個系統不相容 後來應該是美國開始 克服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看澳洲的神盾艦 和其他的這個國家的軍艦 幾乎都陸陸續續 換裝成這樣的一個MSN 為什麼要裝MSN 它比魚叉厲害嗎 它比魚叉厲害 射程就比魚叉遠 魚叉了不起 就是100多公里 這個可以到200多公里以上 多一倍 對 多一倍以上的話 而且它是更精準度高 而且它可以躲避敵方的雷達 它自己上面有一個這個熱成像的 紅外線的一個尋標器 它的Sensor 它可以發現說雷達的訊號 在偵測它的時候 它可以躲避 它可以做一個自我保護的裝置 不讓飛彈再發射出去之後 馬上被人家雷達那個找到了 然後就要防護它 所以它會突穿 然後變成想辦法去擊破這個敵人的目標 所以當這個費支揭羅號 我們才知道說3年前 7年前 2017年的時候 6月17號 撞到日本商船 菲律賓的商船 是在日本附近 日本的外海撞到菲律賓上 你看 破了一個大洞 後來就拉回去美國的密西西比州 他們的一個這個 英格爾斯的造船廠 大修一番 本來那時候預估要3.08億美金 後來修一修最後是5.23億美金 大概160億台幣 這很貴 但是沒想到後來美國把它裝上了 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這個MSN的反艦飛彈 當然令各國大開眼界 說原來如果你這個也可以裝的話 本來他是要裝在星座級的巡邦艦 跟我們一般所熟知的LCS 他的近岸巡邏艦 那現在是不是代表 貝茲傑羅號裝了之後 他也可以裝到神盾艦 所以美軍從海軍的軍艦 到空軍的戰鬥機 你的戰力都提升 老共當然會看在有點不爽 所以你看他最近就利用他們的央視 釋出了一批的這個畫面 所以我們也有英級18 英級12 英級18 他們還故意把英級18的這個 反艦飛彈給秀出來 英級18當然他可以潛射 入射 空射 也只有多種發射的方式 那他故意讓這個英級18 秀出來之後 透過央視的畫面 出水了之後貼著這個海面這樣飛行 讓敵人不容易擦 發覺說他的這個飛彈 在一開始初段發射的時候 是貼著海面次音速飛行 等到接近目標的時候 再突然加速到3到4馬赫 3到4馬赫已經跟這個 我剛剛講的標6飛彈3.5馬赫的速度一樣快 所以再用這種方式 突然突擊這個敵人的目標 有這麼厲害嗎 那這是他們講的 號稱是這樣的性能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現在秀出這樣的一個畫面 感覺上你就是要跟環太平洋 將近30個國家 多國的聯盟軍隊 軍艦潛艦還有這個戰鬥機軍紀 互別苗頭 但是真的就是拳頭比拳頭 而且你講的飛彈系統 除了剛剛講的 這個飛彈系統改善之外 更可怕的是 它所有的電載系統都改變了 而這個電載系統改變 台灣也可以跟它聯合作戰了 這個電載系統改變 就在於說7年前 它或許沒有在跟台灣有像 Link16這樣一個發射模式 包括我們台灣現在F16 不是要買這個F16V嗎 F16V的這個F16CD Block7 Block70 Block72 它上面現在要裝這個複蛇之盾 台灣是五個國家其中之一 包括什麼保加利亞 摩洛哥 這些國家都是美國選的說 這個複蛇之盾 大家會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電戰系統 我們的F16V是有複蛇之盾 對複蛇之盾 就讓F16V變成有毒蛇戰機的稱號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們的這個電戰系統 我們常聽到空軍講說 要外掛式的這個電戰夾艙 通常是外掛在這個下面 後來呢 大家都覺得外掛的電戰夾艙 可能會跟它的系統出現卡卡的 那乾脆是內艦式的 內艦式你看有這麼多點 放在它的這個戰鬥機裡面 它的反應更快 而且剛剛講的這些電戰系統 它可以跟這個 我們的博勝案建置了 所有的這個Link-16相容 那美軍的庇之截羅 它就可以跟我們台灣 做一個這個戰場的識別 我們可以跟它聯合作戰 當然可以聯合啊 因為我們就可以識別目標 它是友軍 發現了那個沒有我們的系統 而且我們共同發現它是離軍 美軍庇之截羅的這個驅逐艦 就同時可以跟我們台灣的什麼 包括我們的橫池所 同時看到這個目標上 你是不是縮短了戰場的反應時間 同步看到就同步摧毀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Link-16 加上我們F-16 本來就有AESA雷達 還有剛剛講的複蛇之盾 加大你的電戰能力 而且還可以干擾敵軍的這個電戰系統 跟它的雷達去癱瘓它 這才能加速說美國跟台灣 變成一種聯合作戰的形態 好提問一看就講了 我們在這個環太平洋 軍演是衝著中國而來的 而這個跟台灣至關重要 第一個就是費之截羅 你現在在這個演習中出現 那台灣也傳說 現在我們的生產的F-16V的 這個Viber 也就是我們的複蛇 這個戰機現在的電戰系統 也要出來了 看起來兩個不相關 跟你說它是同一件事情 第一個就講 我把我這個電戰系統 弄出來了以後 我的整個搜尋的這個 越來越清楚了 然後這個搜尋這個電戰系統 我是可以跟費之截羅號 花了100多億改善的電戰系統 兩個是相通的 對 你知道 這一次的RIMPAC 它其實重心 當然除了那個攻擊兩星作戰艦之外 另外一個重心很清楚的 就是電戰系統的整合 你知道29個國家之間 當然這一次來講 只有40艘的水面艦參與 然後150架的這個戰機 但重點是什麼東西 就是彼此之間 所謂的協調作戰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好了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標6飛彈 標6飛彈為什麼要由F-18來運載 它為什麼不直接由其他的戰機來運載 因為F-18它是沒有逆中的 它事實上是要在遠距離的地方 來發射這個標6 然後標6出去之後 其實在製導的部分來講的話 是交給其他戰機來處理 是交給在前面的F-35 或者是剛剛我們提到像F-16 但F-16沒有 所以標6有一個說法是 A導B射 也就是我是我發射 可是我由另外一個地方 來導引這個飛彈 是的 因為你可以由F-18來導引 也可以由F-35來導引 所以重點是說 F-35已經在前面了 而它你這個飛彈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用F-35來做精準的制導 然後攻擊它最主要的 因為中國在造成水面艦很多 所以用水面來打擊這些水面艦 所以其實更重點是哪裡 就是那個系統整合的問題 今天央視放出來什麼英紀18 那些東西 那個都是什麼 那個都是小兒科的東西 因為它只會飛而已 那只是單兵坐在 對 它只會飛 人家是軍團坐在 但是要飛到哪裡去 飛到這個所謂的命中目標 而且人家說真的 人家現在做的事情 是在打擊你的所謂的反艦飛彈 你現在中國你是要釋出來說 怎麼去應應這個反艦 這個才是合理的 結果你也打 等下出了一個反艦飛彈出來 你不是說在比較說 所謂的反艦艦 你要比較說我怎麼防範 這種標6的飛彈過來的時候 我怎麼辦 這才是它的重點 結果它演戲也錯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標6飛彈真的是很厲害 目的來講的話 它就是說 要來打擊這個水面艦來講 它以往來講 可能陸對空的 但是空對艦的部分來講的話 你怎麼應應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戰機在做系統整合 這個中國就學不來了 因為中國你要學到這個 美軍的精髓聯合作戰來講的話 它需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這一次的環太平亞 有可看處的地方 就是看他們怎麼去做空中整合作戰 那當然有神盾艦 有這個空中的F-18 甚至F-22可能也會出現 還有F-35 這些戰機來講的話 他們怎麼去做系統整合 這才是戰場規劃的重點 所以剛才講的 這個對台灣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如果現在俄羅斯連SAM-500都到戰場 我都被你一個ATSM給打掉 ATSM對美國來講 那不是最先進的 我連我的老二老三 或是老四老五 我都可以把你老大幹掉 這個毛雨頓的戰爭 你還能打嗎 是啊 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因為ATSM他是本來的排名 如果我們以現在來算的話 他還排PRSM還排在前面 然後現在標6又可以排在前面 所以你等於是說 你是拿三級的來打俄羅斯的一級的 那這時候一級的都沒辦法防範了 那你前面這兩個又怎麼防範 所以我們來說中國你演戲 要演一點水準一點 為什麼要演水準 就是你要拿出來的是怎麼去 防範這種反艦飛彈的入侵 而不是拿自己的反艦飛彈 去秀給大家看 而且更何況是一個畫面的秀法 沒辦法在實地上來做操作